哈喽大家好 我是宋先生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故事是 毛骨悚然撞鬼惊之 初出车四级的字数 男主是一名初出车四级 那个时候的他刚做这份工作不久 他为了养家而拼命的工作 每天早出晚归 辛勤工作诚恳待人 这个是以前他母亲送给他的护身符 有些年头了 他也一直把他带在身边 可能是基于对母亲的思念吧 这天不知怎么了 客人出奇的少 就在男主感觉到 今天应该不会完成指标的时候 他发现了路边站着的小姑娘 小姑娘一身白色连衣裙 披着长发看起来很文静 上车后男主一问 小姑娘居然要去很远的乡下 不是不能拉 只是男主才刚刚开出组 对路况不太熟悉 所以他需要导航 同时男主了解到 这个小姑娘居然是位护士 对此他表示 都这么晚了才下班 护士的工作还真是辛苦啊 说着说着就说到了自己 男主称自己也是下了夜班就休息了 但是在家睡觉 睡醒了后就发现已经是隔天傍晚了 还因此让老婆发了一通牢骚 男主继续称 自己也有个女儿和小姑娘差不多大 这时男主发现自己说了好多 这个小姑娘完全没有理会自己的意思 在他看来 小姑娘肯定是累坏了 不太想与人聊天 就这样的开了一会儿 男主开出了城区 来到了一个插道口 导航提示是向左行事 但小姑娘却让男主向右行事 虽然一头雾睡 但也听了小姑娘的建议 不过这路况真的很一般 再加上前面一片漆黑 让男主怀疑 这条路真的是对的吗 男主越往前开 心里越不安 这份不安并不是害怕走错了路的不安 而是他忽然觉得 这个小姑娘很怪异 难道这个小姑娘是 刚想到这里 他遇见了主路 原来这条路真的是条近路 他也因此放心了好多 又开了一会儿 他们到达了目的地 但此时的男主却发现 这个小姑娘好像是睡着了 怎么叫也叫不动 他因此不得不下车 按了这家主人的门铃 希望他们出来接小姑娘 主人很热情 替小姑娘支付了车票 不过当男主再次上车的时候 却发现 小姑娘竟然不见了 他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 他一边找一边还称 自己是真拉着他们的女儿过来的 这时男主人让男主不要着急 他称他们的女儿在一年前 就在男主接小姑娘附近的 那家医院去世的 他女儿生前也是很喜欢拜托 像男主这样温柔靠谱的人 因此男人对男子一表歉意 当麻烦他了 知道事情原委的男主释然了 他称既然坐了出租车这个行业 那么肯定是要承载各式各样的人了 而且儿女思念父母的这种心情 他也是能够理解的 说着他拿出了自己母亲生前 送给自己的婚约服 话后两人会心的一笑 接着男主驾车离开了这里 在回去的路上 男主还在想着那个小姑娘 一定是很想见他的父母的 而他搭载的是他的思念 这样一想 男主意外的并没有觉得很恐怖 反而是有一点温暖的感觉 想到这里 此时的男主也有些想自己的母亲 自己好久没有去给他扫墓了 有机会一定要去扫扫墓 并见见他了 我感谢ώς 召唤 你以为你选择